連續三年稱霸UBA大專籃球聯賽的政治大學 連續兩年或也要參加UBS世界大學籃球系列賽 去年政大雄英拿下一勝兩敗 今年再次前往日本挑戰 要與來自其他六個國家的七支敬旅 爭奪世界大學王座 有這種國際賽的話 一定是希望能夠更多的去表現自己 讓國外的球迷能看到 因為去年我們也沒有拿到最後冠軍 那希望在今年我們從政起鼓 那希望能夠在今年拿下WBS的冠軍 其實今年的陣容確實是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也 當然我們可以去拓展我們的國際視野 確實在台灣我們拿到三連霸之後 真的也希望在國際上面試試看 我們的程度到底是怎麼樣 也許我們不比他們差 但是我們就努力去打看看 邁入第二屆的WBS世界大學籃球系列賽 規模從第一屆的四隊擴大到八隊 除了地主日本的東海大學 白歐大學 韓國的高梨大學 印尼的佩巴納斯學院 以及去年冠軍菲律賓的 雅典耀大學之外 還有來自澳洲的雪梨大學 以及美國D1等級的瑞德福大學 各國球風多元 強度更勝去年 將帶給政大熊英不少衝擊與挑戰 真的有這樣的國際賽 真的能夠跟各國的好手去做競爭 那證明台灣的籃球不會去輸給他們 希望他們真的是出去是想要贏球 這種企圖心要先呈現出來 才能夠有辦法跟人家競爭 希望能夠把球員的企圖心跟去年 我們輸球的一個狀況 能不能今年能不能扭轉回來 這也是我們想要達到的目標 我覺得我自己成長滿多的 然後就是一步一步來 就是先從防守做起 就是不要畏懼他們 不管是哪裡的冠軍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是展現我們 正大的球風對 今年賽制從循環賽改成單淘汰制 贏球晉級四強 輸球就只能打第五名到第八名排名賽 政大熊英首戰就要面對 日本冠軍東海大學 去年兩隊交手 政大在第四節被對手打出 28比9的攻勢不幸落敗 相隔一年再次碰頭 全隊要記取教訓 不能再重蹈覆轍 我覺得算是一種緣分吧 可能在今年就是 修正我們去年所犯下的錯誤 那就是不管是在一些戰技術上 或是心態上面的狀況 那今年其實就是 試著去把它打回來吧 就是能不能扳回一層這樣 就準備製造miss match 大打小或是小打大的狀況 其實多製造一些這種miss match 那我覺得我們機會很大 我覺得因為都有各國的國家 都來參賽嘛 然後就是給我們身體碰撞 就是強度蠻強的 然後去年對到東海 然後就是被一波帶走 我覺得去年到今年 進步最大就是身體碰撞 然後自己就是覺得自己現在滿敢去碰撞 就是不畏懼 從哪裡跌倒 就要從哪裡站起來 去年還只是菜鳥的宋欣浩 到了國際賽場 就被對手震撼教育 如今經驗提升 身體強度與肌肉線條更明顯 隨著後場兩位學長尤愛哲出征世大運 莊潮勝借仗給新北國王 宋欣浩被教練賦予新任務 專職擔任控球後衛 不只進攻要向歷刃撕裂防線 傳球也要精準到位 我覺得這是非常一個好的進步機會 然後也是我現在面臨的到挑戰 然後就是我現在從1號開始打 就是希望 教練就希望我多傳球一點 然後先配個一兩球 然後再獨顯自己的進攻 然後就是把防守者先往外帶動 然後再切魯的 利用這個愛哲其實不在的時間 那我覺得可以有給他多很多的機會 讓他去打到控球的位置 對我們未來的一個規劃上面 甚至他自己來講 其實我們也希望他能夠在 打控球的部分能夠 類似像李凱彥這樣的模板 去學習去打出他的特色 同樣是二年級生的吳志凱 身高196公分 還有優異的外線手感 他大一時從防守做起 負責卡位衝場籃板等籃領工作 今年除了要努力朝3號位發展之外 還要擔任與外籍生溝通的橋樑 讓團隊運作更順暢 在這個暑假其實 自己加強了很多 不管是外線的投射 跟正面的過人 那其實在這個賽季 教練希望我能夠往3號去做發展 對於自己我是希望能夠 比去年來得更穩定 那在上場時間能夠 更有效地幫助球隊得分防守這樣 然後在團隊的話 我希望我們能夠每一場都拿下勝利 從小我補習英文 那如果有這個能力的話 其實可以去多跟他們做一些溝通 然後讓他們能理解說 可能我們本土球員需要他們做什麼 或是教練需要他們做什麼 所以這就是 另一種方式去讓這個團隊變得更好 鄭大熊英在林彥廷 林立等人畢業後 今年補進四位新生 包括能人家商兩大得分主力 林子浩 周子熙 南山高中主控徐德琪 以及基隆商工的廖本籤 其中在U18亞青國家隊 表現出色的徐德琪與林子浩 兩人在訓練上適應良好 同樣被教練寄予厚望 有望在大一就進入籌隊輪替陣容 高中的話可能就是 主導權比較多吧 就是可能持球時間比較多 上了大一 可能就把自己分類的事情做好 就是比如說外線的部分 把防守 把僅有的上場時間然後做到最好 上了大學畢竟身體強度那些 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我覺得還要一步一步來 我覺得還有進步的空間還很多 在場上 主要先做好教練給我的指揮嘛 然後就是讓我領導大家 做好指揮官這個角色 在身體碰撞上面 自己是還在慢慢適應 然後現階段就是 才剛上來不久 然後還在跟球隊磨合 徐德琪以及林子浩 那在亞欽杯的比賽 其實都看到他們的能力 所以是能夠打一些高強度的一個比賽 是能夠扛重責大任 打硬仗的球員 從六月開始訓練到現在 其實我們看到他們進步都滿多的 所以各自有各自的特色 然後未來如果在球隊當中 找到合適的定位 我相信他們會越打越有信心 徐德琪以及林子浩 在高中階段都是球隊主力 如今身分轉換 從學長變成學弟 打法也不能跟以前一樣 一球在手 但在學長吳志凱與宋星浩兩人 從旁滴泥與協助下 團隊氣氛融洽 努力為球隊做出改變 最主要是我覺得 當一個學長就是一身作則 那在學弟進來之後 有些例如是練球之後的自主訓練 或是可以拉著學弟 一起來偷懶 就是一起努力變好 然後一起往正確的路前進這樣 我自己覺得是比較安心啦 因為他們兩個在 然後他們都一直帶我這樣 星浩四台嘛 畢竟他們是到我們一屆 然後有些問題就會去問他 他們也很熱心地告訴我們 正大熊英除了補進本土新人之外 還針對內線的空缺對陣下藥 補進了身材粗壯的大黑柱 波波卡 場上能衝搶進攻籃板 場下大聲為隊友加油 儘管表現還有些聲色 卻已經慢慢融入球隊之中 將為熊英的禁區 增添更多保障 我們真的招募到 算是一個純五號了 所以來自塞內加爾的一個波波卡 整個身材體型上面 其實是符合我們的需求 他是19歲 身高205公分 體重的話應該有超過130應該有吧 其實就像我以前的隊友 塞勒 希望他可以幫助 我們一些內線的一些工房上面的威脅性 目前看起來 他有開發外線投籃的能力 但是我們也希望他籃下命中力要提升 所以這個是未來他要進步的地方 政大球英當家球星尤愛哲 打完世大運後 也會立刻隨球隊前往日本出征 彌補去年因確診未能出賽的遺憾 帶領球隊全新陣容 再次挑戰WUBS世界大學籃球系列賽 MomoTV以及MomoSports官方YouTube頻道 也會從8月11號到8月13號 帶來現場直播 籃球迷可千萬別錯過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